這把要看速度喔 有機會內安打 因為打的是弱點巧妙 雖然不是很扎實 基本上感覺他是有一點勉強去碰到球 知道自己的優勢喔 球速落後傾向 在這邊要挑戰 想不看擺不看 所以這個時候樂天決定尋求重播輔助判決 很接近的一個play 如果三雷手阿銀籃得到的話 會比較有機會 因為馬傑森要接的話 要等球滾過來 要再多一個彈跳 感覺一半一半 就算一半一半的話可能就是原判 沒有明顯的一個證據的話 那林志剛在今年也是只有三個打數 比方剛剛這個的話是第四個 這樣是凸顯的競爭太激烈喔 或者是一軍的幾個主力喔 還是有戰機的這個壓力喔 除非有比較大的這個傷病狀況 才會有這種輪移動 對 這個畫面看起來真的是同時到達耶 我們就等待結果出來喔 因為看起來是一樣的話會是原判 對啊 所以因為你沒有太明顯 所以就算同時到達的話也會是維持原判 感谢观看